观影太大,中山大学学生干部位列不及引热议,中国大陆的中山大学日前公布的一份学生会干部名单,引发网络舆论反弹,这份名单对部分学生干部职位的注视,使用了中共官场中的正部长级或副部长级的级别定位,被批响当官响封了广告。 当地时间7月19日,中山大学学生会公布了一份该组织2018-2019学年度的学生干部选拔公告,其中公布了逾200个学生干部的任免名单。 这份名单,显示中山大学学生会由秘书机构,组成部门,办事机构三个层级,构成名单上列举的学生会干部岗位中。 秘书机构和组成部门,这两个层级的部分职位,竟被标注了正部长级及副部长级的字眼。 俨然一副小官场的备份,其中被标注为正部长级的职位,包括外事与会友办公室副主任,督察办公室副主任,内建办公室副主任等。 而副部长级的职位,包括学术实践中心专职委员,宣传文化中心责任主编等。 中山大学学生会至2019学年度学生干部名单网络截图同时一篇有关中山大学第44届学生会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报道,也在网络上被热传。 该报道的规格和行文方式也与中共官媒对官场会议的报道如出一者列如,报道中声称与会者听取了学生会主席做报告而这位主席在报告中提出了学生会综改三步走战略,接着常委会及与会学生集体讨论,然后由团委副书记做总结讲话。 最终宣布会议胜利闭幕上述会议报道和干部名单,在网络上迅速引发网友们的围观和热议。 许多网友对中山大学学生会那种惊人的官僚化模式大为惊叹,纷纷批评一个本应该彰显独立思想与智学风范的大学学府,竟然前面官僚化到连学生会都彻底沦陷的程度。 哀叹中国大学生的独立人格,已被那种对权力的狂热追逐,所粉碎有网民留言调侃说,中山大学玩你不及领导梦,有人发帖起哄称,我也是委员凭什么只给我副部长级,我常委至少副国级。 也有网友反讽道人人有书念人人有观作天下大吉啊,有网友质疑哪里还像一所大学,有网友哀叹小朋友们,学坏了更多网友认为,这是对大学精神的绝佳讽刺。 网络上一篇署名江玉楼的评论文章,针对中山大学学生会暴露出的官僚风气,进行了猛烈批评这篇文章表示,中山大学学生会的名单和相关报道之所以被聚焦。 其实,与之前一些关系到全体学生权益的事件发生后,该学校的学生会都没有支持学生,不去维护学生权益,还反过来成为校方,某些压迫性政策,干预学生的帮手。 有关文章称这种,是不独中山大学有其他高校的学生会,或深或浅的都充当这种角色,但以学生社团的名义粗暴代表学生,冷漠对待学生权益的中大似乎做得更显著。 文章分析指出,在最近一系列涉及大学老师性骚扰的丑闻中,是是大学对这类丑闻的处理方式,就充分体现出官僚化的深刻影响。 校方只想稀释凝人,而受害学生的权益,得不到尊重办事的老师,则被轻轻放过。 文章写到公众对今日很多大学的立场,早已从尊重转变为蔑视。 有关大学的公众形象和治理方式,社会,也渐渐不得不从教授置校,学生自治的梦中醒来不少高校被贴上了行政化、官僚化标签,尤其是官僚化最受批评。 中大学生会为这种批评供应了最鲜活的注脚。